在 2022 夏季遊戲節最重要的壓軸遊戲 想不到居然是由 Naughty Dog 製作人尼爾 帶來最後生還者首部曲重製版的消息 跨越了三個主機世代的最後生還者一部曲 將以最新的 PS5 為基礎重新打造 整體畫質大幅進化 看看這些畫面比對圖 你喜歡舊版看起來比較少女小蘿莉的愛麗 還是新版成熟風的愛麗呢 一部曲當然就是從愛麗和喬爾第一次見面 經過了重重人性的考驗 建立起如同婦女般緊密情感的旅程 也會加入前傳章節拋住腦後 並加入更現代化的遊玩方式 改良操控 以及更適合新手的無障礙輔助等功能 最後生還者一部曲將在今年 9 月 2 日推出 PS5 版本 PC 版也正在開發中 而二部曲也不是沒有新消息 Naughty Dog 總裁尼爾·杜克曼透露 二部曲銷售量已經突破 1000 萬套 而多人遊玩正在開發中 確定將採用獨立形式推出 內容規模將不亞於單人遊戲 不過目前能夠公布的只有一張概念圖 看來 Naughty Dog 還有很多 由最後生還者的計畫等著推出喔 我們在開發中的故事很獨立